山清水壁 游船古渡 这是自古以来壁潭给人的印象 但如果不是一项两百多年前的水利工程 带来大台北东半部和新店地区的富庶生平 哪儿来的红南绿女画坊生歌 也不会有现在的游人 在西畔赏鸟钓鱼发呆散步的景象 这项工程百分之百手工打造 一幅一座在巨石山体里开出一条饮水隧道 前人的聪明才智艰苦卓绝 一直被藏在一座宫庙的地下 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一般人不易亲近 新店的另一个风景 如果你没有耐心排队 那也只能望风心探 同样没有机会亲近 很多老新店人只闻其香 却从未尝过它充满嚼劲的外皮 新鲜可口的内馅 就像很多人听过刘公寸 却不知道有大平林寸 不知道这两条水寸对大台北的深远影响 以及它们留在新店土地上 那些充满历史韵味的角落 和神秘伟大的工程遗迹 新店的地上地下 有太多值得探索万位之处 满足你头皮底下和肚皮底下的各种想望 现代人到新店游晃 多数是以捷运站为中心 大平林七张区公所周边市街 以及新店站旁的碧潭 都是人潮聚集的地方 我们却晃来晃去 怎么都脱离不了新店渡 渡过来渡过去 悠悠流淌的溪水里 除了反映周边的山光水色 也慢慢渗入属于老新店的典故历史 人情故事 不再只是小河弯弯 青山连绵的风景了 我们也渐渐了解 新店溪作为大台北地区的水源 不是翡翠水库兴建之后的事 而是得往前推个两百多年 妙的是两百多年前的水源开发 也在新店渡附近 我们坐船过渡经常看见了一座宫庙建筑 底下还藏着一段神秘的水道 这是神明守护的饮水设施 没有内行人带路绝对看不到 夏老师好 你好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老师 这样差不多有十年了吧 差不多了 上次在龟山嘛 对 因为只要来到新店溪盘 会想到的就是夏老师 因为夏老师大概在十年前 就带我们记录了 新店溪的整个水利 还有发电的一些历史的一个过程 那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从龟山电厂下来 比较下游的有一个历史古迹 是小猪坑电厂 对 那现在小猪坑电厂的状况 它现在就成为台湾 在运转中的最古老水利发电厂 它比高雄的竹门 就是早四个月 所以就变成第一名 所以可以说现在是运转中 台湾最古老的电厂 那这很特别 还是可以去记录一下 那现在从小猪坑在沿着新店溪 一直往下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大家其实很耳熟能详 就是碧潭这个区域的嘛 那在碧潭这个地方 对我们来讲 一般人来讲就是一个 好像观光的地方 去走碧潭吊桥啊 去那滑滑船啊这样 那像这个地方 在历史来讲 是很久了嘛 这个新店溪中 新店溪应该这样讲 就是从湾潭 从驱坠直潭湾潭一直下来 往北一直下来 到了这个位置点 就是一个出山口 所以它的水势本来就是 非常的宽广 而且比较大 所以在清朝的时候 最早期就被称之为大潭 石山边大潭 那个石山就是 这个后头的这个石头山 那后来也有慢慢被称呼为 清殿潭 也有被人家称之为 叫清潭 这个中间呢 也有人叫做赤壁潭 那还有个说法叫石壁潭 那这个称呼是不对的 石壁潭呢 它确实有这个潭 但是不在这里 它是在宝藏园那个地方 所以有些报告里面 或者是一些写作里面 或者刊登的文章里面 看过石壁潭的 那这个就是错的 应该叫做赤壁潭 赤壁潭 那石壁潭老实说在宝藏 也就是比较靠近公管的地方了 对 不过这个新店溪到这个地方 它感觉是很美的 它那个线条是弯弯曲曲的 而且河道很欢 那像我们现在的位置 是在开天空 那开天空的位置呢 对面的就是湾潭 新店溪正好绕着湾潭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跟老师约在开天空的地方 是有特别的意义啊 之前我们都记录新店溪发电的历史 那其实新店溪的水力发展 也是非常的久远嘛 一个是跟发电 一个就是跟灌溉 那灌溉的水浸呢 我们讲说碧潭为界的话 开始一直往北的话 一直到台北盆地 这整个大的区块里面 其实新店就是一个水源头嘛 清代的时候 然后汉人到这边 开始要灌溉水浸 那现在呢 就是到上游的北市溪 弄水库 然后弄在直潭 有这个净水厂 对 为了我们现代人的饮水 就是致癌水的饮用 当时灌溉整个大台北地区 最主要是哪几条水泉 灌溉大台北盆地的话 主要就是柳宫泉 那灌溉大平林的 因为新店地区 它也是一个农业区嘛 一线造型 全部都是耕地的 种地的嘛 这边呢 就是有大平林泉 所以两条水泉 都在这个地方开始 就在碧潭这个区块开始 因为这边是水源 老师讲水源的地方 都来这边取水 对 因为它水从上游 一直奔流到中游 然后尤其是到中游的 出山口的地方的时候 它这个水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边是非常历史意义的 而且对整个大台北新店地区 可以说是生命的泉源 以前的农作物 或饮用水 都要靠这边来取水 那老师那在开天宫这边的话 是跟哪一条水泉 比较有关系的一个设施 听说有一个设施 就干在这里 对 现在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尤其是最近这十年来的一个研究 我们觉得是应该要把新店地区的大平陵 跟郭锦跟郭锦跟他的儿子郭元芬 他们开辟的柳公锦弄混了 应该要把它区隔开了 因为现在开天宫有一个古迹 它虽然是一个饮水的渠道 可是它的名称却叫做柳公锦 那其实我们觉得有必要让我们大平陵锦 尤其是它那么重要的一个设施 那这个渠道叫饮水石枪 可是这个古迹的名称反而把它改成叫石空 那因为文献里面叫石枪 所以我们就觉得实在是有必要 再深入一点多做一些研究 看是不是有机会的话 把这个大平陵锦 营车把它改过来 来跟政府做建议 今天开天宫这边还蛮热闹的 因为今天是初一 所以开天宫有做法会 所以老师开天宫有饮水石枪的遗迹还在这边 那可以实际去看一下 表解一下这一段历史 开天宫是新店地区的古庙 清乾隆年间兴建 据说是郭席流开水尊时 工人受原住民侵袭又遭逢异病 所以建祠祭祀盘古大地 祈求工程顺利 历史悠久的宫庙有它的传统 也非常通人情味 我们到访的时候 开天宫正在办每个月初一十五的法会 看到我们在庙里访谈拍摄 特别为我们暂停念诵 可是我们的拍摄永远刹不住车 等着等着 庙方眼看着刹车线无限延伸 只好忠苦青阳 帮我们把访谈告一段落 我们失礼之处 得请神明和开天宫诸位职事 多多包涵 要往下走 对 很特别 这个水利设施竟然是在庙的下面 因为旁边就是行电锡 这还要开门 因为现在翻游客不能随便进来 因为这边它是开明天在管理的 所以这要事先要知会要申请一下 为了一些学术或者是为了教育工作 跟他们从来试讲一下就没有问题了 就这是历史遗迹 所以要保护好 下蛮多层的 它在地下有四层 我已经看到原来的山壁了 这个岩石 所以离水面越来越近了 还要再下一层 蛮深的 我们应该已经下了差不多有四层楼了 那这边离这个新电锡的水面越来越近了 这边还有一道铁蚊 重重关卡 因为这是饮水石箱之类的骨骑 所以要保护好 越来越有这种感觉 现在这边还要再继续下去 感觉是一个隧道 像深洞的隧道 很深耶 很特别 这个建筑是很特别的 而且感觉它是开着在岩壁里面 就把岩壁挖开了 老师这里真的是也有洞天 目前大概差不多六十几公尺 那前面还有一段 差不多是六十几公尺 那但是已经崩塌了 所以这银水石箱 它规模很大 你看 好像整个手举起来 才可以摸到它的顶 所以已经超过两公尺 两公尺 那宽的话 老师有量过吗 也差不多 它是宽比这个高度 还要再快 差不多两米多了 所以感觉就是一路延伸过去 正是凿痕 对 当初都是人工一凿一斧的来开的 所以还都是保留着原来石壁的模样 像这种都是水线 高水线在这边 那低水线在底下 所以它两个水线都非常的清楚 久了它都有点发霉 所以以前水流过的痕迹 因为现在还看得到 对 所以这边大概就是高水位 高水线 然后这边是很低的地方 老师那要调过 这个隧道可以像这样的石墙有多长吗 其实空拍照片来看 早期它应该是 这个石墙的部分应该是有三段 它一段 然后是暗曲 就像这样子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就是明曲 然后再开一段暗曲 然后这个明曲 然后又是暗曲 那现在我们 现在这一段是正好在中间 是第二段 前面这个是第一段 那这是第二段 那前面围起来是为了安全 因为1760年开通了 现在2016 256年 所以他们有时候也很怕 像这种裂痕会不会加大 然后呢 这个会不会有危险 所以为安全顾虑 所以才设了这个炸门 意思是说你要看 你就在炸你的外面看 OK 我以现在来看 感觉它这个银水石墙 这结构应该还是 从我们家外表看还是非常的好 所以感觉很坚固 你看其它这边 除了上面这边有一道裂缝 那这边边其实都是很完整的大炎块 然后这样慢慢找出来 像找隧道 隧道这样 对 以前人找隧道很不容易 不过他也有借用一些火药 对 因为这个人工你这样子找 你没有办法 你可能 因为郭西流你看 1740年一直找到1752年 12年他没有找通 那后来他就没有办法 他把这个权力 水源这个权力 交换给了那个大瓶林的人 萧苗星他们来看 萧苗星才接续 接续然后把它完成 那完成之后呢 然后就灌溉大瓶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银水石箱 老师刚刚提到就是 属于大瓶林郡的 对 所以整个灌溉系统来讲 柳公郡和大瓶林郡 它是灌溉不同一样的区域 不同的 对 它两个系统的位置 跟走下水路都不一样 所以老师说 在这个地方也要把它 更清楚地开着的一个历史 在庙宇底下的水道 还得从庙方取得钥匙才能窥看 感觉很像宗教秘密组织 世代保护的神圣空间 无论刘公郡还是大瓶林郡 人们只知道它灌溉农田 不知开凿之艰辛困难 看着这段石枪 想象两百多年前的工具技术 匠人工作其中 真的会让人不由自主地 产生某种神圣感